先把这个取下来 你把那个取下来 你现在完全是靠底下的一根撑的 底下那根如果是松的话 那很危险的 不对啊 这个歪掉了 那边低 整个还在漏 有点不对 我做作品筹备的时间比较长 实际上应该是说思考的时间比较长 一件新的作品在创作的时候 也是希望呈现一些新的可人 但是它跟以前的作品 又是一种延续的 08年的那个吴提 还有《帮我白纸》 其实这些作品 都基本上去除了 08年之前的一些 社会景观的一种方式 那08年之后 相对把这些具象的一些东西 社会形态的东西抽离掉了 所以这件作品呢 是两种材料 一种是钢 另外一种是陶瓷 那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两种都跟活有关系 在做的时候 其实是把这样的一种不同的材料的一种 一种矛盾性 把它们置放在一起 刚才的话 它比较冷漠 但是它又是工业化的一种 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陶瓷当然就跟我自己 这些年的作品都有一定的关联 但这个传统材料 在你在运用的时候 它能不能把它转换成 今天的种语言 这个很重要的 其实你还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容器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叠加的一个形态里面 给你产生的这些灵感 那你可能通过艺术的方式来进行 就像有时候看一个好的作品 它就等于像个针刺你一样 我特别期望就是作品营造一个空间 让观众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去 感谢观看